这种事情很多人都有经验 或许有这种经验 这个人都有一些预知的能力 每个人都有 只是说有没有发展出来而已 有没有发展出来 每个人都有预知的能力 过湖一定先知之 这个谁就讲 孔子就讲 自成如神 自成就好像神一样 就是一个人如果说很成的人 一个很成的人 像有些修行很成心的 他就会这样自成如神 好像神一样会预知祸 善必先知之 不善必先知 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他事先会知道 好的事情要发生 事先也会知道 要成 很成的人他不自觉 就算他没有经过明师指点 他在不自觉中 只要在门边打转 都会有这种能耐发生 都会有这种能耐 但这种能耐是不谈品 是过的 我们不重视这个 也许你一辈子没有 都没有这种能力 那并不代表 你修道不扎实 不一定 只是说你的生命 没必要有这个能力 像以前 释迦牟尼佛做一下 阿罗汉 阿罗汉造语说六通俱途 六种神通 可是有的阿罗汉 终其一生没有神通 为什么 因为神通 会不会发出来 不一定的 要看实际因缘 他这辈子没有碰到 这个实际因缘 不会触发 不会触发他的 他的神通 就像有的人 有音乐的才能 可是他没有这个音缘呢 可能一辈子 他就不会当音乐家 可是他碰到这个音缘成熟了 他就变成一个音乐家 那是不一定的 有的画家也是 一辈子都 也明明这个才能很强 像那个范古 他有废话的天分 可是一直没有发出来 到三十几岁 他以前是什么 传教士啊 到三十几岁就突然间 受到音缘的刺激发出来 变成一个大画家 所以说我们也不要说 一定会有这种能耐 但是每个人都有这种 预知的能力 事情没有发生以前 会知道 会知道 孔子也有这种能力 但是呢 因为圣贤就是这样 他不重视这个 他的弟子也知道 也不重视这个 像孔子啊 会不会下雨啊 什么他事先都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灾祸 他事先也知道 你不用占谱 他事先就知道 可是他的弟子 不重视这个 所以在论语里面 都没记载下来 连朱熹都会啊 朱熹啊 朱熹 他如果生病的话 请医生来看病 医生到门口啊 他一看这个医生 他就知道说 要不要让他进来看他的病 为什么 他看这个医生啊 有的他一看那医生 后面就跟着鬼 他就看得到 这医生自己招不保险 自己都治不了自己 你回去吧 你治不了我的病 连朱熹都有这种能耐啊 朱熹还只是说 没有登堂入室 还没有得到心法 看他住节这个大学就知道 格物自知都不见了 格物自知当事上没有消失 被他给扫掉 恩说没有 可是呢 他修道也是很诚心 自成如神 他也 他不全了 但是还有这种能耐 可是也不一定说修道一定会这个样子 我们不要去执着 不要执着 一般来讲很多老道心啊 真的很诚心修道 多半都会有一种欲知过福的能力 很多会有这种情形 很多 只是不会表现得很神意就止了 但是引以来 这是有的时候他不自觉中会展现出来 不自觉中呢 他说一些话呢 什么的 都会造成一种 有些前人会这样子 前人被跟你讲什么什么 事后都发现 前人说的有道理 好像我们以为前人有疼痛 什么事情还没发生 他就跟我讲了 事实上前人在不自觉中流露出来 不自觉中流露出来 这就是修道很诚心的一种副产品 好 那么今天时间也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不圆满的地方先活射罪 好 还有其他的问题 好 谢谢 这个问题不在哪 不在我们呢 众生对自己的肉肉 直夺的越深了 就算这个肉身 你已经不能使用了 可是你会舍着它 像有些守财 他不执着自己的肉身 他要钱不要命 可是他守着他的财产 他的一些元宝 金银珠宝 他埋在地上 他永远守着它 只要去碰到他的作废 经过几千年 他还会作废 大部分重生 大部分都是执着自己的肉身 因为他没有修道 他不晓得人世间很寡 他只有我的生命就是我这个肉体 我除了肉体 我没有别的肉体 肉体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执着这个肉体 为心所造 他只多这个肉体 所以这个肉体受重了 他就觉得自己还在受重 那是为心的 就是说他真的 才感觉到重 时间一切都为心所造 我们觉得痛苦啊等等 很多都是心所造 同样的事 比方说同样的贫困 有的人觉得苦 有的人不以为 有的人还很快乐 贫责乐道 贫穷了刚好还可以修道 可是有人呢 贫困他很痛 有的人呢 误会也很痛 后来父亲有一个朋友 他有钱 可是很烦恼 为什么呢 他不知道怎么用他的钱 他害怕人家偷他的钱 一般人会认为有钱应该很快乐 所以说呢 人的肉体虽然死了 可是有人执着 对自己肉体执着 他会死对他的肉体 所以我们中国人说 守知识 守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有时候要抄把 要抄把 要念经啊引述 因为他走了自己的事 自己烂掉了化掉了 但是自己已经不见了 化掉烂掉了 因为执着的关系 他还看到那个情形 执着 对肉体执着 最深的不是人类 是动物 因为人类呢 还有其他的事件 有亲情啊 有道理啦 有这个事业啦 工作啦 他有很多东西可以执着 而禽兽只有肉体可以执着 所以禽兽呢 对肉体对执 所以我们说 杀人 这个人会很狠 事实上你杀动物 动物更狠 因为他 他一无所有 他有的就是这个 他没有事业啊 没有家庭 没有工作 没有财 他有的就是肉体 所以他对肉体非常地执着 释迦牟尼佛讲 他说这个猪啊 鸡啊鸭啊这些 对肉体很执着 执着到什么程度 他被杀了 他的肉呢 分到肉摊上面 那个释迦牟尼佛是有天眼 他不知道 有他心通 他知道这些情况呢 他心里在想 他也没有言语 他也不会来跟你说 光是恨 他这个肉呢 放在市场里面 一块一块切下来 每切一刀他都痛 等到呢 送到你嘴里 你煮了 这嘴巴一咬他也痛 他的肉已经分到 一千个家庭里面 一千个人在咬他 他一千个地方都痛 这就是执着 所以肉体的执着到这个程度 我们人不会执着到这个程度 但是禽兽可以执着到 因为他心量狭在 所以那个廉池纳斯讲 他说欲知世上 烧兵都一样 暂停夜半我们生 烧兵节就这样发 恨得不得了 有一天他投胎做人的时候 他就要来杀人 他来到人世间 他就是要杀人 他没有别人 失去理 只要杀人他就痛快 所以他那种恨 所以千百年来 碗里根 冤身四海恨难平 所以这个心呢 很厉害 他的执着 这肉体的执着 好 那么今天时间也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不圆满的地方 我们先过着对